大家好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玩 薩爾達傳說 曠野之息 中文版 我是魏維 我們現在人在這邊 在這個 整個地圖的這邊 這叫平原外圍的驛站 那這邊呢 有一些小任務我們可以解 比方說你跟這個老兄講話 所以這是一個迷你挑戰 我們看一下這邊這個 他是說他想要吃頂級獸肉 所以你給他頂級獸肉這個關卡就過了 其實很簡單的挑戰 那在玩遊戲的過程當中 應該都會拿到這個頂級獸肉 我看我現在有沒有 我應該是有在這邊頂級獸肉 那如果你沒有這種頂級獸肉的話 你要去哪邊比較容易拿頂級獸肉呢 我來秀給大家看 大概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 這邊 這個雪地這邊 有很多野獸可以打獵 那我們就把我們自己傳送到這邊 那這邊冰天雪地的就有很多這個 在這個野地生存的這個牛喔 那這些生存的動物都會有頂級獸肉 那比方說 很容易找得到 你看這邊有個鹿 鹿不曉得有沒有頂級獸肉打一下 這樣就有頂級獸肉喔 這樣拿到頂級獸肉以後 就跟這個愛吃肉的男子講一下話 啊 嗯 喔 喔 喔 這樣我們就完成這個愛吃肉的男子這個迷你挑戰 今天的薩爾達傳說這個影片很短喔 我希望把它分成這個短短的短短的這樣 如果大家以後收到這個愛吃肉的男子就可能會收到這個短片 那我們明天再去解其他的任務 我們明天見 掰